回想起过去五年的作业里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开始建立自己的网上教学 他另外由一个平面设计师 变成了一个讲师 我没想过自己的英文和华语 其实一点都不太好 但另外可以有机会 去到外国培训一些企业 综合的经验告诉我 大家知道其实建立网上课程 总共会有五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建立一个额外的被动收入 其实网上教学又可以叫做知识产品 就是Info Product Info Product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没有物流成本 你不需要去寄货 第二它永远不会缺货 所以这些知识产品你只需要花时间 坐在那里录制出来 然后就可以去售买了 所以这些是众多产品之中 最高无利的产品 而且这也是额外的被动收入 因为很多时候你睡醒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人买了你网上的教学 而你又不需要花时间去包装 去寄货 去寄货 去Serve 所以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透过网上教学 你可以触及到更大的受众 因为传统的教学 可能如果你是举办一些 现场的讲座或者现场的教学 其实很多时候 受众会有不同的学习模式 所以现场的受众就习惯了现场有互动 但其实有另一班受众 是喜欢按照自己的程度去学习的 所以举个例子我为例 我以我自己为例 其实我大部分Digital Marketing的知识 都是在网上变学的 为什么我会喜欢网上变学呢? 因为我喜欢习惯用两倍速去听这些教学 还有我可以随时跳到我想去学习的地方 所以当你有网上教学的时候 你可以开阔了你的受众 去接触到更多不同学习模式的受众 第三个好处就是 你会接触到不同预算的受众 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买一些高价的 one to one的顾问服务 可能很多朋友是对你的服务有需要 但他未必负担得起那个费用 所以你也可以用网上的教学 给一些相对有不同程度需要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服务 去买到你的教学 第四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你有一个网上的课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发到一个海外的市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先设计一间酒店 先租一个场 然后出广告去收身的 如果我们去海外做培训的话 但是你透过一个网上的教学 你可以推广告到那边的市场里 快速去了解 知道那个市场对你的教学是有没有一个需求的 第五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训练 顾问是需要建立个人的品牌的 所以网上教学的好处就是可以即时去抵消这些建立个人品牌的广告费用 因为传统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内容 我们要录视视频 我们会用很多时间去写文章 然后我们要用资源或者买广告去推这些文章 去让人去认识你的 但是如果推文章的时候 去到你的网站 同一时间可以买到你的教学 就可以很快有收入去抵消这些广告的费用 所以建立网上的教学中总有五个好处 第一 可以有一个额外的被动收入 第二 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受众 第三 你可以接触到不同预算的受众 第四 你可以接触到海外的市场 第五 就是帮助你快速抵消广告费 希望这条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建立网上课程的问题 或者有什么欢迎想去讨论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有什么自由的广告费 肾